大家好 我是余德布 今天继续有每日点评 今天是7月29日 欢迎新的朋友 旧的朋友 加入或者继续去支持 我们这个每日点评的节目 今天毫无疑问地 主要的媒体或者网上的评论 都是针对着MIRROR演唱会 如果大家留意昨天 大概是10点多 我都收到一个朋友的影片 就是关于MIRROR演唱会 大概到11点10点尾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意外 令到有两名跳舞的人员受伤 其中一个舞者 MOO更加要留软在ICU 另外一位叫阿峰的舞者 就是轻伤 老山老庭辉 就要骨弓道歉 并且承诺 要彻查这件事情 当然 如下 本身MIRROR搞10场演唱会 昨天是第4场 就是换句话 还有6场的演唱会 全部取消 在这件事情里面 当然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或者是他们的粉丝 都是希望那两位的同事 Dancers 是能够平安无事 是能够早日康复 这个一定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但是从这件事情里面 引申的 至少有三样东西 我希望透过每日点评 是去进行评论一下 分析一下 包括当然第一件事 安全的角度 鸿本搞这么多场的表演 或者演唱会 有没有一些大型的商望呢 这次虽然不是一个大型的商望 但是 那个事情是十分之严重 是说的是一个巨型的屏幕 是跌了下来 而扎伤了一个鬼表演者 这件事是关乎到安全的问题 你说这件事发生在内地 发生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可能你会习以为上 这些豆腐渣的工程 绝对绝对在香港是很少发生的 而今次就见到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会说安全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从粉丝的角度 粉丝经过这一役之后 网术有不同的声音 第一班呢 当然是希望 就是 MIRROR他们 经过这件事情 或者他们的工作脱队 是能够齐心 一致去面对这个困难 但是也有部分的粉丝 是极度 在北满花姐的安排 为什么会无端去到花姐呢 原因是有几个举动 第一个举动就是 其实在开表演之前 已经有一些舞蹈员就说 好像监制 那个主办的管理层 是罔顾安全 特别是舞蹈员的安全 是要做一些很高难度的表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然矛头就会指向花姐 第二点就是加开多两场 那加开多两场的时候 是不是会说 他们排练的时间会短了呢 或者排练的时间 或者熟练场地的时间 是不是少了呢 这个呢 都是一个关键来的 某程度上 因为除了跌这个屏幕 之前一天呢 也都有其中一个MIRROR的成员呢 皮皮呢 也都在表演期间 叉错了脚 跌了下台 那你说一次是意外 第二次都是意外 是吧 即是发现了有几大的问题 在粉丝的角度 有些就希望可以团结一致 度过难关 有些呢 就是遣诈花姐 甚至呢 觉得不会再 希望支持MIRROR这个团队 好了 第三个呢 政府的角色 因为这件事情毫无疑问 那个场地呢 就是康民署场地理 得到康民署的批准 洪管 那政府的角色是哪里呢 基电工程署的角色是哪里呢 一去到这些 关于一些大型的萤幕啊 一些操作的东西呢 就一定关基电工程署事 而这件事也都关乎劳工署事 因为有员工受伤 OK 保险的问题 那从这几个角度 安全角度 从粉丝的角度 政府的角度呢 我们一一去分析 那昨天呢 就是第四场 MIRROR的演唱会了 那发生了这个悲剧 有两名的舞蹈员呢 就是这个巨型的屏幕 激动 震惊全香港 我想不仅是香港 全世界 如果看到这段片呢 演艺人员呢 或者市民呢 应该都很震惊 那当然 老山 他的行政主任 就出来道歉啦 也都希望去撤查这件事情 那意外发生之后呢 基本上那些伤者也好 或者是家属也好 甚至家属也好 都立即去医院去跟进的 那当然也都有不少的粉丝 立即呢 就在意外发生之后呢 是要提早离场 疏散 那翻查回到原因 究竟香港的演唱会 是不是这么豆腐渣工程 是不是这么不堪 这么容易摧倒呢 红馆说真的 就已经是很多个国际 或者是本地演唱会 的表演场地来的了 照道理呢 就是不应该是发生这些事情 那翻查资料 今次舞台的工程呢 是由几间的公司负责啦 包括其中一间叫做 协兴龙舞台工程啦 那还有一个叫做 ITP 那做一间叫做 灵魏 灵魏广告公司 那当中呢 灵魏广告公司 已经出了声明了 就说 否认与这个屏幕的工程有关 那而呢 IPT呢 过去也都多次是负责呢 就是演唱会的一些 视像的工程 包括安装啊 清拆啊 控制 现场屏幕的效果 那不少演唱会 甚至政府官方的活动的 善像工程呢 多数呢 都是由这间公司去负责 那可说这间公司呢 算是 行外呢 是一些龙头大歌来的 那根据演唱会 借幕的一个闭幕片段展示呢 今次的舞台机械呢 舞台工程呢 舞台工程呢 和视像的器材呢 提供分别是来自 外判商呢 协兴隆舞台公司呢 灵魏广告公司呢 和这个ITP三间公司 那当中呢 就是负责这个影音器材呢 更加是这个 就是上市公司来的 那屏幕制作的公司呢 曾经是参加过 不少知名的音乐的 就是会 理论上 理论上 应该是经验 是十分之丰富 应该是会 做足所有的安全设施的 那有业界的一些 舞台制作公司的职专 就说了 看过这个意外的片段 他说目测大屏幕呢 至少有四米乘四米 平时呢 两米乘两米呢 至少是重四百公斤 那如果你说四米乘四米 那么阔呢 可能是六百公斤以上 六百公斤以上 就是一个人身上 其实就是 十分之有攻击性 以及十分之有伤害性 那他就说在这个片段里面 看到大屏幕呢 只有两条威亚绳 两条威亚绳 是钓绝的 那 认为呢 可能威亚绳呢 基本上是力有不大 根本不足以呢 是撑起 是六十公斤以上的大屏幕啊 那就是一个 有营运开一些 一些舞台表演的一些业界 代表就说了 他说呢 至少八条的威亚呢 才钓得到这些这么重 或者这么大型的屏幕 他说不动都更好一点 那那个屏幕你见到呢 是不断上下移动上下移动的 那这个呢 是不会拼搏的 那起码呢 断一条呢 都还会有其他顶着 那他说呢 相信制作公司呢 应该不是很熟悉呢 舞台的运作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可能他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呢 只是预计那个大型屏幕呢 只是固定而已 不会上下移动的 不会上下移动的 会不会是之后 他们和舞台制作那边 和那个制作这个 这个营幕的公司呢 溝通不足够呢 不知道原来他是会移动的 移动的当然你会增加风险 好像这个业界的代表说 如果你有八条都会稳定一点 就算断了一条 还有七条呢 是可以续绝 可以令到呢 即是未必不会断 但至少令到呢 他下面的一些舞者 这些表演者呢 是有足够的时间呢 是去离开的 有从事呢 主办这个演艺会等幕后制作 及统筹超过二十年的 资深传媒人 资深制作人呢 就形容 这件事是十分之罕见 过去呢 香港是未试过发生 估计意外的成一 或者是出现严重的人为疏忽 刚刚说上一位的业界代表就觉得 可能是大家沟通问题 他原来是不知是移动的 不移动可能好些 移动呢 就麻烦了 但是这个资深制作的人呢 就说可能是人为疏忽 包括呢 连接这个巨型的屏幕的Wire 是没有系得很细 Wire都断了 那演唱会进行期间呢 曾经呢 是出动过 舞台机械工程改动 等三大可能性 那他就说了 这件事都几负面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演艺界 那会不会呢 即是 没有公司呢 是会有得做了 之后 你可以见到这件事情呢 就是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又不是疏忽啦 第二个 有机会改过那些内容 出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 那 那 ITP呢 似乎呢 就有机会是 即是要去公众去交代一下 有没有份呢 是将一个萤幕去做一个安装呢 还是只是纯粹 是提供一个萤幕 即是萤光幕而已 那刚刚也讲到 他一个很专门是 处理萤光幕的一个 大营萤光幕的一个公司 但是他有没有份去装 以及去陷 这个呢 就要公开交代 至于另外一间公司呢 协兴隆呢 就是负责那个演唱会的机械啊 例如呢 就是升降台那些呢 那也都要交代一下 是否他负责 由他去负责 将这个萤幕去吊上去 或者呢 是做其他一些安装的工程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至少两个 那因为 魏灵呢 就 就行内呢 就都知道 他只是做一些道具的制作 一些桌面桌布而已 那应该不关他的事 那所以变成 就是ITP啦 和协兴隆呢 就比较最大的 有机会要负上责任的一个机构 那当然主办的单位也都要交代一下 今次演唱会 就是有没有 就是 外判到这几间公司到啦 如果有的 是怎样去问责呢 就是有没有他 就是盯着这些这样的外判公司 怎样做事呢 还是我判了给他就去做呢 主办单位也都是有责任的 同一时间 他也都加开两场的决定 那两场 即是哪里来的呢 那是不是就是减散了 一些彩牌的时间 而腾空了那两天出来 某程度上令到他要装陷 又要很急很赶 不会做到double check 或论是演员 或者表演者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走熟个舞台呢 这些呢 都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原因呢 是令到这一次安全 是数出现了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粉丝啦 那些镜粉 原来昨天 不单止有两位表演者 进入了医院 那还有些镜粉呢 受精过度呢都送完 那里场的时候呢 更加是晶云未定了 手都震的 那有一些 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片段呢 你见到除了在台上的表演者 是很震惊之外呢 在看台看着表演的市民 或者是观众也都是十分之震惊 很多很多很惊吓的一些表情 或者叫声 尖叫声四起了 那所以其实是令到观众呢 都是一个比较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 那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啦 就是对于一些观众来说 他心又不贵 他就算你给他开继续那个演唱会 究竟观众会不会看呢 会不会有些不好的感觉呢 甚至甚至说MIRROR 还有本身那些舞蹈员 还敢不敢上这个台呢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不是纯粹 就是好了 turn out 找到一个摄事原因 可能有人偷工减料 有人做负责工程 有人是改动那些东西都好呢 那 那 舞蹈员 表演者 以及观众 还会不会短时间内 是能够当没事发生 第二天 原常去看表演 原常呢 是去感受那种快乐气氛的 本身你看演唱会 就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 就是昨天我相信 那么多歌迷入到去 话论不要说入场的歌迷 就算我们在 没有进去 有个网上媒体得知见到的 也都有一定 不是那么好的感觉 甚至有些人是切夜蓝脸 那这个就是 由粉丝的角度 那政府究竟有些什么呢 那么 李家超 就发了个声明 就着这件事情呢 表示震惊 也都向伤者 是给予慰民 他说了 已经是要求 康民署 就成立一个 由助理 署长 督道的一个小组 和劳工署 就是去作为一个跟进 包括呢 意外的成因 因应着意外 也都是要求 演唱会 要暂停举行 直到这个舞台的结构安全为止 政府是需要有更加多的角色的 包括 喂 李洪管有这么多场表演出现 过去政府有没有监察呢 是不是纯粹说 他外判了出去 就由外判商 或者主办单位负责呢 政府就没有责任呢 如果场地拥有人 即洪管就是政府 OK 那你不可以纯粹说 哎 我现在整个小组 调查原因 或者是 停止这个演唱会 就没有责任的 是不是 我相信政府都要负信部分责任 这件事情 而不是就这样 推卸责任 那这个是说不通的 好 今天呢 我们每日点评到这里了 那希望 最后都希望 那两位的舞蹈员 或者是一班镜粉 能够 平息自己的情绪 也都希望那两位部分的舞蹈员 是能够 就是做一康复 能够MIRROR 他们呢 都能够 就是 经过这件事情里面 是能够 有所成长 好 那今天呢 就梅迪文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那明天呢 继续有这个《吹吹有缘》 那记得下周两点钟 我们明天见